小学生考60分,又考60分,妈妈回来肯定会打我的 初中生考60分,哇,终于考及格了,今晚可以吃可得鸡了 高中生考60分,才考60分,肯定上不了大学了 还是回家给奶奶出地方 大学生考60分,60分已经不错了 不挂钩就行了 绝霸考60分 这次没有发挥好,谁考60分,太丢人了 学生考60分,哇,我居然考60分 我要来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终于可以吃到可得鸡了 我向爸妈道歉 爸爸妈妈我错了,下次一定不敢了 这是我的保证书 爸妈向我道歉 好了,过来吃饭吧 学霸上学迟到 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 你怎么来那么晚呀 昨天晚上写作业,写得太晚了 那你下次要注意咯 知道了,老师 去吧 学渣上学迟到 不好意思,老师,我迟到了 你怎么又迟到了 我做妈妈当老师在讲课 就想不听一会儿 滚出去 干好了 我突然吃手丝 家里有矿的人吃手丝 你咋不吃那米呢 你谁没吃过呀 还是中间的肉酥最好吃 爸爸起床是买牙膏 妈妈去创世买牙膏 去来创世买个牙膏 你咋还推车了呢 来都来了 逛一逛呗 这是你很好吃的样子 买一个吧 这个等一下在搞活动 买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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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买完了 接下来回家了 你还记得你要来买什么的吗 大哥我进来了 葡萄人吃橘子 钢铁 家里有矿的人吃橘子 我吃橘子从来不吃渣 纸盒里边的果汁 葡萄人吃柚子 都是红星柚子好吃 我来尝一尝 确实挺好吃的 爱网红吃柚子 老铁们这是我扒了两天的柚子 给我一个双鸡吧 现在我们来尝一尝 有点酸呀 不吃了 不吃了 哈哈哈哈 土豆要吃橘子 好吃 好吃 哪里有矿的人吃橘子 哪里有矿的人吃橘子 学霸上课被提问 魏小宝同学 请你用但是造个句子 学习是艰苦的 但是也充满了快乐 学家上课被提问 小小魏同学 请你用但是造个句子 但是白色的 你说的是哪个大呀 哪个大都是呀 滚出去 你给我好好反思一下 讲不出来哪里错了 你就一直在那里 有点编乏 诶 文字明